闲鱼APP所受网红减肥产品被爆含禁药 卖家声称无副作用 请点赞订阅 谢谢 视频加载中 请稍后自动播放 play向前向后不运动不结石 一天受益金 网红减肥产品被爆含禁药 吃后副作用惊人来源 央视财经减肥 是大家生活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为了追求穿衣有形 不少人更是费尽心思 记者发现 在部分网购平台上 有一些网红瘦身的产品 号称不运动不结石 就可以一天受益金 然而 这么神奇的减肥产品真的安全吗 网红减肥产品热销 吃后副作用不小记者 在咸鱼APP上发现 有很多网红减肥产品热销 其中两款名为强金和诺卡的减肥产品 受到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咸鱼店家 我做减肥药已经五六年了 各种产品我都试过 我自己用着好的产品才会推 不好的产品我绝对不会推 这名卖家声称 诺卡没有副作用 一个疗程食科 可受8-20斤不反弹 消费者 刘女士 可以不计口 没有任何副作用 这一点是非常打动我的 刘女士说 她前后通过咸鱼购买了2000多块钱的诺卡减肥产品 并按照商家的指导服用 虽然吃了没几天体重确实减轻了 但身体却出现了恶心失眠等情况 购买强金减肥产品的佟先生也有类似的遭遇 之前 佟先生的妻子出现产后肥胖 试过很多种减肥方法效果都不理想 而强金减肥药让佟先生很惊喜 消费者佟先生 他说保证效果 我说多久见效 他说一粒就能见效 按照卖家的提示 佟先生给妻子服用了强金减肥产品 可之后妻子却出现了厌食 失眠便秘等不适症状 网红减肥产品经检测 效果竟来自禁药两款网红减肥产品 宣传的减肥效果惊人 可是消费者服用之后却出现了副作用 那么这些减肥产品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两名消费者将购买的两款减肥产品送到了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检测结果显示 刘女士购买的减肥产品诺卡每千克含有西部区民3185.8毫克 佟先生购买的减肥产品强金中 西部区民的含量高达17.8% 医生 副作用包括口干便秘 当然还可以引起血压升高 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肝功能受损 据了解 我国在2010年就已经宣布停止国内生产销售和使用西部区民制剂和原料药 但仍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利益 在减肥类产品中非法添加 由于联系不到咸鱼卖家 消费者把问题反映给了咸鱼客服工作人员 得到的答复是 并不能保证对减肥产品的质量审核 律师 店家有可能涉及到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 生产销售假药罪 还有可能涉嫌到我国刑法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平台有基本的审查义务 首先产品的来源 正规合法性 其次 产品成分是不是涉及到国家禁止使用的成分 如果没有做到基本的审核义务 在民事诉讼中 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海量资讯精准解读 竟在新浪财经APP责任编辑